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些python的一些内置功能 就是所谓的view in它的一些方式 但是你必须要按照它的格式去给它一些参数 那在这个的案例里面主要是谈16进位的hex 转换为10进位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找0x 放一个0x,它就是一个 hex decimum 就是16进位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从位 放16进位 转为10进位,10进位,转为16进位 那同样的它的内置功能也包含了所谓的 8进位 OK,转换变成10进位 10进位转换反制,反回来变成8进位 等等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这边是一个10进位,如何转换成16进位 从就是所谓decimum 到所谓的hex 所以你可以看10进位的107 转换成为所谓的16进位的话就是 0xaa 但是别忘了,0x代表的就是16进位 好,我们再从16进位转换成为10进位 你看0x它特别 强调的 那它换为10进位就是170 那同样的8的8进位呢 别忘了0到8第8的话就是10 OK,你看,但是它的是0 这16进位是x 那么在8进位的话是o octel 然后我们再从8进位转换变成10进位 好,它就变成8了 10 OK,就变成8 这是所谓的8进位到10进位 所以16进位,10进位,8进位 OK,刚才所讲的2进位 这是一个在数学上面的一个转换 OK,那在python基本上也提供了这种的内置功能 OK,大家可以练习练习如何从16,8 OK,8到10,10到16之间的一个转换 好 那在这地方所讲的 它也提供了一个内置功能 如果是integre,所以一个整数 但是它有同时 它的内置功能可以接触两个变数 然后达到它 然后再做一个所谓的转换 这个是一个小程式 好,我们来看一看 OK,一个整数 10的8进位是多少呢 然后 16进位 的AA 换回10进位会是多少呢 还有1010的2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8加2等于10 这地方应该是等于8 这个地方刚换上回来是170 好,我们看看是不是 好 再换上回来 变成markdown 再变成是扣 这个 扣 OK,看 我们把8的8进位就是 10 0 就是换成10进位 171 很简单用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计算 可以 可以 透过 python的内建 在很多的程式语言都有提供这方面的 的 的 function 内建功能也没什么很特别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所谓的 二进位 函数里面的bin OK,二进位 用所谓的二进位的protein 的十进位的protein跟character 如何把arski code转换成 0到25之间 我可以转换过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character的98 我们知道arski code里面有一个0到25 那我们把 字元的第98号字元 的arski code里面会是什么呢 跟99 这边有一个小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character在arski code第98的时候是 小写字母的b 然后字元99是c 那我这边 随便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 一个loop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程式 把95到100之间 OK,我都用character 把它印出来 就是arski code把它印出来 看看会是什么样 所以你可以看 95 96 96 97 98 因为第100是不会用的 还记得吧 同样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b分c 就是98 99 返回来去看他的arski 是多少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可以用 reverse 来去看出我的b 在arski code里面是98 99 大家也可以试着用一个小程式 我可以去做个 这方面的一个一个练习 我可以来看看arski code的对应表 自己可以做一个arski code的对应表 来来来来来 来试试看 好,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些数学上面的一些 的运算模式 像run这个function 那假设我们只想去求425入 我们可以用run 试试看啊 有一个 5.62我们看看他的425入 以及4.5589 我可以去两位数看看他会是多少 你可以看在5.6 425入以后他会变6 然后在这个4.5589我们取两位数 OK,这边放了一个ares round 所以是4.56 OK,取两位 425入 到这边来 我们再来看complex OK,他定义是一个复数 复杂数 有些人用复杂数 有些人用复数 没关系 那abs abs 我可以取一个绝对值 我们来看一看 那假设c是一个complex5加2j 然后我们把c印出来 然后再把c的绝对值印出来 可以看 他的一个absolute一个绝对值 我们把全部印出来 那这边还有一个divide mode OK,他是算他的商数 跟余数在这个的function 我们来看看 在9 跟2 OK,9除以2会等于4于1 好,这边还有问一个 一个所谓的 问试法 我们叫做问如果第1个参数的 一个叫做 is instance OK,如果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来试试看 1是整数吗 1.0是整数吗 1.0是整数 还是浮点数呢 好,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来去看看 OK 这几个基本的功能 好,以后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 呃,所谓的 floating 或者是integer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 所谓问答式的方法来去做 好,这边这边也提醒一下 在python3 3.0的话compare OK,这个功能已经拿掉了 那如何去使用,我们可以从function tool里面 import compare to the key compare to the key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numbers OK,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list里面有1324 那number sort key等于number to key 然后这个东西 labda,OK,a跟b 是直接的一个呼叫程式a-b 那我们来看看它会等于什么 OK,我们就直接把 1234 a-b OK 呼叫声,然后再把它排序出来 这东西可能一开始还不熟 慢慢的我们让你 要记住的就是这个function labda 还有一个sort OK,它是由小到大之间的一个排序 OK,a-b 好,那另外的一个就是所谓的 次方 次方数 那假设我们把 7的5次方 OK,跟所谓的3 3乘3 去除以5 求它的余数 会是多少 这边有一个基本的 3的3次方 去除以5 就是paw OK,大概这个大家比较人少看到 那7的5次方 大概比较多的人看过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的话7的5次方是16807 而3的3次方 OK 再去除以5 取除它的余数就是等于2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range 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产生一些的 元素 element 它是以用列表的方式回传给我们 好 那在这个地方的设定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时常会用到range 特别是在python的程式语言 来产生我们所要的 包含有 设定3的定义就是0到3 那index是0 那我们也可以设定index不是0 从2开始 也可以设定 index到最后面那个数 中间有一个step 有一个 有一个范围 好,用操作的来解释 但是可能会更方便 你可以看 我们的range2到27 每隔8 好 那我们现在的range是3 它就是一个3 那是我们把列印出来 你可以看是0 1、2 但3没有 所以它 是设定的是index是0 我们再来看第2个案例 是2到9 index是2 到9 但是不含9 所以是2到8 那最后一个案例是2到27 index是2 到27 中间是8 好 那我们现在有些数字我们需要输入 那在python3.0之前的raw input已经不再支持了 那3.0以后 它支持input 好,这个这个function 这个基本的内建函数功能 那我们可以利用刚才所讲的 它暂时只接触一个整数的一个 的输入 OK,应该就是一个字串 好,我们来试试看是吗 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设的abcde 然后有个input 然后 blahblah列印一个只能输入整数 取代一个变数 这时候我们用假装 假设用一个mac 来当成是我们的输入 但是mac是什么 OK,我们用type来检查 这个的输入是什么 好,abc1 然后把它 它是一个字串 我们再把字串转换变成数字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的一些功能 好,我们再来看作为的print这个 这个的功能 那它当然你还记得 我们可以print一个字串 然后字串也可以把字串去做一个合并 也可以把字串 从呼叫进来变成所谓的string 也是一个外部的放到我们已经要列印的数字表里面 好,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有print1,print2 跟所谓的print3 有一个comma,两个comma,还有三个 试试所执行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 后面还有其他不同的用法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做 所以在python里面有所谓的单引号 双引号 三引号 都是表示字不串 但是大部分都是使用单一个字符来使用单引号 那同时在段落 段落 的一个 内容的 内容的一个提示 可以用三引号跟双引号 好,这边我们来再做几个案例来试试看 printgoodday 好,它有goodday 但是我要print一大串呢 好,那这个内容以后 会被呼叫出来 想help啦 等功能 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就用print这个功能 在描述一个的 在这个程式里面的能玩意,我们可以用 三引号来去做 但是字符也可以分成所谓的字符 也可以给它一个 变量 好,也可以在print里面的使用 我们来看看 假如说它的字符1是word 我们printhollow 加上这个字符 跟字符i是一个 惊叹号 然后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利用这个字符 这个print这个 这个 内置函数来做呢 你可以看 hello 加上字符 hello 加上字符1 hello加上字符1 再加上字符2 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形式 大家可以 可以看 参考一下这几个办例 因为做一个字符的列印有很多很多种用法 完全是看到 看大家怎么去使用 当然字符的连接可以添加 的添加 但是中间不会产生空格 那自己要去加一个空格存子 在上面 举个例子来讲 printhollow 字符1跟字符2 word 我可以跟进探号 就helloword 那同时也可以 这个 这个所谓的百分比加s 来表示字符号的一个变量 就是把这个的string 放到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特别记住这个用法 我们时常会用这种用法 来把用所谓的 百分比这个的符号 带进这个字符里面来 我们来看看 你可以看hellowordstring ok这个字 string1是word 我们把这个字串用所谓的百分比s 带进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 其他的一个数据的形态 刚才有讲到就是 用一个百分比把字串拉进来 我们也可以把 显示是一个整数 浮点数 8进位 16进位 还有指数 这些都是可以用在所谓print 一个 语句的一个内部转换 好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summarize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 这个结果 可以看到 18 浮点 这个所谓的 8进位 16进位 跟指数 OK大家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表 可以做未来的一个字串的一个显示 好 那当这边有多个变量的时候 也可以包含所谓的光号 刚才说讲 我们用百分比把这个东西 第1个字串 第2个字串 OK我们很快来操作一下 Hello 第1个字串第2个字串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所谓的 下面可以不同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I want 把这一个的字串 OK 放进来 你看 第1个D是没有用的 好 因为它是 它是有两个 然后把这个here 放进来 放到这个 这个字串上面 好 一个字串 好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 试着把这个tiger 成10次 就列印10次 我们看看 用看看 看看案例会比他好 好也可以去做不同的运用 那同时我可以换行 换列 我们来看看 你看我在这边有一个 OK AIM就是代表 一个换行换列的一个 的功能在这个地方 像它这个地方没有 它只是去把这个跳脱 然后跳脱这个字串 然后把AIM放在这里来去print 它如果只是一个AIM它就换行了 好那这边也有一个所谓的print size 你去控制它的位置 的跳脱行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例 你可以看 它可以利用print 来去做这个 这个功能然后 去做个跳脱 然后排序 一个T就是一个Tab 八个字元 然后一个T八个字元 然后换行 HN换行 然后再一个T就是又又是一个Tab 然后吧 可以大家可以多长去试试看 好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 再继续介绍print这个 如果我们有一个产生一个数 数据是浮点数 但是我们只想取它几位小位数 几位数 来做显示 好可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 它内定的 浮点数是6位 宽度是6 但是我们也不一定用我们可以设一个5或是7个 内定16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看它是 用5来去设定它5个小数点 小数点后几位数 7位数 那同时的时候你也可以设定它必须要的一个数据 向右对齐或向左对齐来看 我们这边这是9.5 OK 所以看来说 Total 19位数 向右靠齐 那如果 我们设定了宽度 但是我们的数字不够我们也可以用它会用0来去做 patting 就是说去填填填填这个填这个空 好它设定的是15个 但是我们是 把这个的字串里面我们取的是 5个小数点但是前面没有 所以它Total是15个数所以它用0 0当patting去填充 OK 那这个的案例也是一样 用9个f来去做这个 试试看 你可以看它就是所谓正确来对齐 空格留下来然后用负数的时候 它会保持正确的一个对齐它自己会去做个调整 以负的为 这个地方它自己会去做 保持一个正数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正的呢有负的它就有正的我如果用一个 正的在这里 会出现成什么情况 以为这个案例我们再去刚才是负的现在是正的 刚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它会 怎么样去呈现 可以看 它如果是放正 它的第一个字就是会是正 那这边是一个负 所以它第一个字就是负 所以它这个地方会自动的去做调整 你不用太担心 你可以用这边来去试试看 去做一些alignment 那最后的话 那像 在案例来讲向左对齐字段是说你也可以指定 它的负号来完成 我们来看看它实际 这个 这边已经设定了 刚才是没有设定负的 只有正的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 好 它出现就是这样 因为负数的地方来来去做调整 所以看到左对齐可以通过字数探索指定负数 负符号来完成 好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空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家多看一看大概应该就会了解了 好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资料结构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资料结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的数据到底是什么资料把它放在一块 所以简单的来说它这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结构中 我们用一个集合或是一个数据集 把它做一个 放在把这些元素放在一块 通常通常都是以list列表 为常用的数据结构 那列表是什么还记得吧 中括号 先来make the statement OK 宣告 它是列表 好举个例子来讲 A等于一个列表 那我们最 希望大家成 我也时常用tab来去看这个资料 一个结构是什么样 好 我们先设定A等于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列表它是list 然后list就是列表 那假如A等于type 它是一个字串 那我用A来去看看它 它就是一个字串 所以你看字串 列表 所以中括号是等于列表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直接用列表分配 assign它是一个列表 好 x等于中括号里面列表里面的apple 跟orange 那它就被指定了 在列表里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苹果也是一个橘子 那你也可以用所谓的type的形式来去看 它是不是 既然它是一个list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index 从把它呼叫出来 或是去寻找它 在python里面它是用0 那我们先来试试看 它都是用0为index 好 那在x你还记得吧 x的0是apple orange是1 好我们把1 以x里面的列表里面0 你看它是苹果 同时我们可以用最后那个数呢 假设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数字 那我们一个-1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到最后那一个的数 -1 会是什么 它的-1就是orange 那当然 我们可以有很多 我们可以x等于x0 我-1 好这些来去看 都可以看我们 到底这个元素 因为现在的案例太少的元素 像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案例来 y等于 carrot跟potato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 放在一块 放一个z 先把它设定变数 y等于 carrot跟potato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z 是两个列表 一个是xxy 那就是orange orange跟这个apple 跟这个carrot跟potato 都在这个z列表里面 你可以看 它也就是代表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列表的形式 是可以合并的 那同样 我们也可以指定 在z里面的第1个 是什么呢 也可以用 第1个的index 是0 是什么呢 这是apple 我们试试看 你看它的第1个是apple 跟orange 那我们再去停的 z1 z1里面的第0个是apple 那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z0 单独的来去 去寻找我们的 里面的 index是0的元素 也可以在所谓的行跟列 里面去找出第0行 第0个 第1个coran 我们应该讲是index 应该行跟列之间的一个元素 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苹果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找出我们里面 的元素 这个列表里面中的元素 是哪个人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也认为